Hello 摩羯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en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 从2022年31号到3月15号的 双中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那这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现状或者是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正在面对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那在我的频道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月亮上升金星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或者是日期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的标题来进行一个收听 我相信里面都会有适合你的讯息在里面 那不管你是新朋友或老朋友都非常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你们来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是收看我的广告 都可以协助我这个频道继续成长经营下去 然后呢今天一样在开场的时候会有十二星座的开场讯息 也会有平台最新的更新消息 首先就是呢如果你是要询问有关于个人咨询 或者是订购这个大天使能量蜡烛的朋友们 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都已经有详细的说明了 如果你还没有追踪我的IG订阅我的电子报的朋友们 一样在下方资讯栏都有详细的连结 好那呢有订购这个农历新年限量礼盒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底我们就会开始陆续出货 也欢迎你们收到礼盒之后来IG Tech 补博 一起来分享你收到这个礼盒的喜悦好吗 好那我们就准备来进入这个摩羯座的这个十二星座的开场讯息 好吗好勒 摩羯座的朋友们这两周你很适合的颜色是黑色 这个黑色呢会给你有一种很power的充满力量power的感觉 非常powerful 所以呢我会建议你黑色也ok 他们说黑灰色都可以 黑色灰色都可以 你可以自行灵活去用一个搭配 好那第二个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开场讯息是 这两周你可能要特别注意肩颈酸痛的部分 特别是我觉得我在感受在哪里好不好 我个人觉得这肩颈酸痛很像是脖子下来 然后后背这一块 就有点像是我们肩胛骨啊 然后跟肩胛骨中间这一块 我觉得特别注意一下 可以去按摩放松啊 或者是去做一下那个物理治疗通通都可以 好吗好勒 那第三个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 这两周呢 我个人觉得你不要做太多的情绪上面的压抑 例如说比如说你的同事惹毛你 你可能要跟他说你这样子其实并不是很舒服 或者是你有情绪上面要释放 我也会建议你去做一个释放好吗 这两周我觉得你的情绪呢 应该要能够自然的去流露出来 好吧 这个是他们要告诉你的讯息 OK好勒 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来进入我们这个 十二星座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好的 那新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请注意一下 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我在讲解这些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感受形容词的时候 请你能够灵活自行运用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聚心迷移说到每个人的状况 但会尽可能去解释跟描述 让你能够理解我读到这个能量场上面的这个呈现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语速有点太快或太慢 你都可以到影片下面应该是右下角 有一个齿轮 你可以自行灵活的去做一个调整 OK 调到你喜欢的模式吧 好吧 这样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点 那我们就来看看吧 这两周摩羯座的朋友们 你的挑战是这个 钱币国王 这三种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我即将迎来的事件 是反过来的 是这个圣杯骑士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天使根宇宙有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告诉摩羯座的朋友们 提供给你们在这两周做一个小小的参考 好吗 好 一秀 不好意思哦 因为我读到某些人的能量场是 背真的很痛 所以我在伸展 sorry 好 这两周非常有趣 摩羯座的朋友 你这两周会放非常大量的专注力在你自己身上 你可能会特别敏感 敏感呢 可能是情绪上面的敏感 或对某些事情的反应特别敏感 所以你这两周很重要的是 你要跟自己紧密的连结 好 我不懂我这样形容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举个例给你听 你可能就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 比如说假设好了 你去上班 有一个同事就告诉你 摩羯座 你今天穿这件衣服也太有趣了吧 比如说他是这样讲 那你可能就会往心里去了 你就会觉得说 怎么了吗 很丑吗 还是不适合我 还是看起来很胖 可是别人可能没有讲什么 他可能觉得 这个风格还蛮新鲜的 他没有觉得不好 但是你自己可能会很敏感 你可能会自己也莫莫其妙加了很多注解 类似像这样子 那你到办公室之后 可能你的主管就过来讲 摩羯座的朋友们 上次那个报告做的怎么样 什么时候可以交给我 我看一下这样子 然后你就会变得很敏感 你就会觉得说 现在主管是不是觉得我办事不力 还是主管觉得说 我怎么好像晚了五分钟进来办公室 是不是在找我麻烦 或调我毛病 类似像这样 就是我觉得你会开始跟自己 有一种很敏锐的那种连结 但是这个连结跟这个敏感 是因为 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种像是 我要怎么这样 用这个东西形容你好像也蛮奇怪 但他们叫我用这样形容没关系 他们说就按照我想形容的方式去形容 OK 你很像一个竹笋 我知道这很吊诡 你很像一个竹子 你知道竹子不是种了马上就长出来 竹子会等等等很久 然后突然一气震就啪 然后它就长出来你知道吗 所以呢你好像有一股 内在这个潜能要爆发 可是前面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消化 我不知道我这样形容 你可不可以理解 所以在这些东西来刺激你的同时 你变得很敏感 可是你好像过了一个关卡之后 你就会壮大强壮起来 你就不care别人怎么说你 你也不care主管怎么看你 然后你也不care说 别人对你的衣服穿着 或者是你的想法有什么批评 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觉得你好像在经历这一块东西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两周你的挑战就是这个潜壁国王 这个潜壁国王就是 喽喽不动坐在这边 很有自信的 你看他还谈笑风生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之所以为什么会成为 你的挑战的原因是因为 我刚刚在读你的能量场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看你的牌卡 我是看着我自己的墙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这感觉 你很像就是要爆炸的那个竹子的感觉 所以在过去的能量场 你注意看 你抽到的牌卡分别是 圣杯十圣杯四然后还有这个月亮牌卡 就是这个月亮牌卡 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人掉到海里 对吧 而且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这个人掉到海里 然后他没有挣扎 他没有挣扎 他好像就是掉下去这样子 对吧 然后这张牌卡给我一个能量场 有点像是说 你就因为这些东西外在刺激 然后你就掉入那个情绪的漩涡了 那你可能掉进去之后 我不是说你无法自拔 但是你可能会有一点太敏感了 所以稍稍有一点纠结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一直在那边想 你看哦 你说这些人到底是有没有在关心我 真的是为了我好吗 他们这样讲真的是在欣赏我吗 他们这样子在讲真的没有恶意吗 所以你有点怀疑 你要不要接下别人给你的这个圣杯 OK 然后可是这些人其实没有恶意的 他们可能真的没有讲什么 可能有时候真的是你心里想太多 然后这一个月亮牌卡 就像我开场讯息讲的 你这个压抑的情绪 不可以不可以就是勉强你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开场讯息 我觉得你的能量场好像是被压抑下来 你要试着让它自然的流动 因为为什么要自然流动 你抽到这个圣杯石 就是自然流动的一个象征 好来 这个圣杯石是很像一个彩虹 这样很多圣杯 来我来这边给你们看 这个圣杯是这样自然的流动的 是彩虹的 你知道吗 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拘束的 所以这边还有彩虹 你看我们在这边多么的开心 因为你要你的情绪自然的流动 你的人生才会是彩色的 你的情感 你的人际关系 还有这些交流 才会是自然的 所以你看他们这边是有海的 然后两个孩子在上面玩得很开心的 他们没有掉到海里面去的 所以他们说 如果你不让你的情绪自然的流动 然后你过分的敏感 或者是去压抑 或者是不去政治它 那你就会掉到这个海里面 而且你没办法挣扎 因为你爬不出来 所以在现阶段这个能量场是指 你这个模式或你这个习惯 可能要改变了 所以来了一个死亡牌卡 所以这边你不仅要做这个改变 你去想你掉到海里你要挣脱 你要有力气要游上来 所以你在这边 如果要经历这个改变的话 你势必的经历过这个力量牌卡 跟这个权杖 不是不是 钱币八 这个钱币八的意思是说 专注在你可以做的事情 还有专注在好的地方 你要能够在你自己身上下功夫 就是这张牌卡 你要去找出你自己 到底在哪方面需要调整 或者是改变 并且拿出力量 去做一个喜心革面的这个感觉 那在未来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权杖女王 还有圣杯二 还有这个宝剑八 你知道吗 你今天之所以为什么会觉得说 你很像一个竹笋的原因 是因为 很像那个竹子 就是因为你看 你抽到的牌卡都是八八八 很有趣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些牌卡都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你在酝酿 你在培养 因为你要走向九了 OK 所以呢 其实走向九这件事情 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你去想 这个所有的牌卡里面呢 这个八号牌就是力量牌卡 所以你现在就是在透过 你自己的力量 去想方设法 在自己身上相功夫 逃离这个你自己自觉的 是受困的状况 因为这个宝剑八就是 其实你没有被捆绑起来 但是你自己认为 你被限制住了 OK 所以你在找一个力量 能够自己逃脱之外 你也希望能够 跟你自己的内在 去进行一个结合 这张牌卡是圣杯二 OK 那这个圣杯二 给我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你要去跟别人交流你的情感 好吧 我觉得某些时候你太硬了 所以你有点没办法跟别人自然的流漏 去交流这个情感 所以呢 他们叫我这样解释给你听 你要像这个圣杯石一样自然的流动 可是那边有圣杯四 圣杯二 圣杯四加二等于圣杯六 圣杯六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回头去想看看 这些跟你交手的相关状况 原事物 有没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 有没有值得你去调整的地方吧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所以你必须要拿起这个圈杖 像这个圈杖女王一样 勇敢的拿起你的圈杖 然后去点石成金 因为这张牌卡就是 这个圈杖女王她要点石成金 她手上是有火苗的 所以呢 你要如何去太旧换新 改变你自己的状况 成为这个前臂国王 如如不动 非常有自信 并且不会受外界影响 我觉得有点像是 你这个礼拜的这个课题 那你目前看不到 即将会迎来的事件 也就是这个圣杯室 你身边会有非常多的朋友 会来支援你的 有点像说 他们会帮助你解开这个谜题 就是你这个圣杯 就有点像是 他们把这个圣杯端来给你 但是你就是 有一点犹豫要接不接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身边是有人支持你的 可是你可能有些时候 过分想太多了 所以可能过分的防备 也有可能过分的 陷入在自己的情绪当中 所以我觉得 这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提醒 好吗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抽这个宇宙的验证牌卡 那如果你是新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呢 我会非常建议你看这个宇宙的验证牌卡 因为它会看到更多事情的这些细节 你会去验证我所读到的这个能量 好吧 我们来看你这个前臂国王的验证牌卡 你抽到的就是这个前臂山 这个前臂山很有趣的 这个就是告诉你啊 你不要单枪匹马 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埋同苦干 你看这是一个人经历过一个城堡 然后他在看这个雕像 哇这个人好辛苦啊 自己搬所有的石头啊 哇都没有人来帮他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他们说这个就是你 你不要自己去承担这些所有的东西 你要能够让别人来帮助你 好不好 不然呢你就会像这个石条一样 自己背了一整个枯 那个是什么 竹楼的这个石头 OK 那他们说呢 这张牌卡之所以 为什么会是你的挑战 的验证牌卡 你就想啊 这个前臂山通常来讲是指 我们要共同去打造一个东西 所以你得向这个前臂国王去主动 OK 前臂国王是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干嘛 他必须要任何人的 他自己在各个方面 身心灵 甚至是财务 或者是各个方面 是不需要别人来支援他的 那你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之前你得先学习 怎么样跟别人合作 你不跟别人学习 怎么样合作 那你怎么可以 碌碌不动 因为你没有能力给予 别人也没有办法 给你相关的协助 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 你要理解 什么叫做团结力量大 你也要能够去理解 你要去付出别人 才会给你有所回报 不然你后面这个 要给你的这个后勤 后勤资源 会进不来的 OK 所以这个 我觉得蛮值得 你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来 接下来我们再按照 现阶段的能量场 我们再来抽几张验证牌 来你看 这就是为什么 验证牌卡一定要看 你在这边又抽到了 这个权币国王 OK 那你这边呢 抽到验证牌卡 分别是这个影视牌卡 然后还有这个圣杯衣 来你注意看 这个就是你要的东西 为什么我会告诉你 这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钱币国王 你看它是低头 在那边看 你看我身边没有朋友 我身边只有一头牛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去看 你这么辛苦 这么去得来的这些东西 却没有人跟你分享 在你身边的 竟然是一个牛 OK 所以你会去想说 我拥有这一切 那又怎么了吗 没有人可以跟我分享 那我拥有 我坐拥天下 然后没有一个 可以知心谈心的朋友 那我有这些又如何 你懂我意思吗 这张牌卡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说 你不要把自己关闭起来 OK 我觉得可能这一两周 对你来讲 人际关系的交流 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课题 好吗 所以他们说 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 这个就是这个月亮牌卡 你不要自己一个人 好像就是人家说 高处不胜寒 类似像这样 你已经是一个国王了 你却在这边感受 这种高处不胜寒 要压抑的这种情绪 不愿意接受外来的帮助 这样其实是不OK的 OK 因为你看这边其实是有人愿意把爱心捧来你手中的 你看这边是有圣杯又有爱的 就像这些人我刚跟你讲 这些人是想帮你的 但你不要一直把头皮向那个地方去看 你不要一直去看这些 比如说过去的不好的 你不想要的 你看一下这些人捧进来的是什么 他们这个圣杯里面装的是爱 这个就是你要的东西 对吧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东西 你得低头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说这个还有一张牌卡 是这个影视牌卡 这张影视牌卡是很简单的 他们说你要从中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智慧 好不好 这个智慧是有点像是说 他们说你不能呢 怎么讲 等我一下 我去想一下这个形容词要怎么说 有点像是说 你为什么要有智慧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意思 就是说 你如果只愿意很 用你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所有在你身边的相关状况 原事物 那你看到的事件永远就会是这样子 他们叫我这样形容给你听 所以你反而要有点智慧去想 如果我换一个想法 那我世界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换一个方式 会不会跟着我身边的这个就不是牛了 这个可能就会是一个人了 还有这边他们叫我特别跟你提醒 如果你是做老板的摩羯座的朋友们 这个牛之所以为什么要低头 原因是因为他们说 他有点像是寄人灵下不得不踢头 所以他们虽然当你的员工 但他们没有跟你交心 所以你好像就是一个人在台上发号施令 然后你没有这些 你去想 一个成功的老板会有很多员工会想为他工作 会跟着他 他不是只有带人 他还带心 所以他们说有点像是说 这些人 他们好像捧着自己的心来给你 可是你的做法或你的想法或你压抑的这些情绪 可能要跟别人沟通交流之后 你才可以知道说这些人其实是想来帮你的 他不是在这边苦干死干 只是想帮你干活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边是额外有一些小众的讯息 是要给这个摩羯座的朋友们 好吧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阶段能量场 有什么样的宇宙验证牌卡 好吧 你抽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牌卡 来吧来吧 OK 我帮你看一下 OK 这个呢 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他们说 你去想 你刚才不是讲 你要改头换面吗 你要专注在你自己状况当中 拿出你的力量去改变这个局面也好 改变这个想法也好 改变这个合作方式或沟通的方式也好 因为你看你这边一样 又抽到了这个钱币吧 OK 你这个钱币吧 其实就是验证钱币吧 这是一模一样的牌卡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 你要从哪里去下功夫 你要把这个 比如说你手上的这一个 这叫什么 突然卡住 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铁锤吗 还是这个棒棒 你要如何去打造这个东西 是很重要的 OK 而且你注意看 他们一直要我告诉你 你有沒有发现你的牌卡里面都是单打独斗的 很奇怪的 好来 我给你看 这个也是单打独斗 一个人在这边挑奸 这个人自己在那边读书 这个人自己在想我要怎么盖这个城墙 这个国王旁边甚至没有人只有一条牛 所以我个人觉得 在这两周 可能可能 这非常关键的是 你要走出你自己的世界 好 我就觉得你好像 你是独居老人 是不是 好 OK 好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权杖 钱币六 那钱币六的意思是说 你看这个人是很公平的 在发放这些两仓的 但是他脸 就是没有任何的情感的 所以我感觉 你好像就是有点像是 公事公办 这些人帮你工作 公事公办 他是我的员工嘛 这些人呢 是我的同事的公事公办嘛 我们就是该做的事情就该做嘛 下班我就下班嘛 好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你好像很缺乏 缺乏 就是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你的能量 因为你知道我读到你的能量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累 然后有点想 怎么讲啊 没有那种 很活泼的感觉 我觉得这两个时候 你这个能量压抑的这个情绪 跟能量 还有这种流动 情感的流动 要补充一下下 好不好 补充元气 补充力量一下下 把这个力量排卡拿出来用 好不好 最后这一张呢 这个权杖六 很简单的 这个权杖六就是 如果你愿意改变这些东西 你自己去想啊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如果你愿意去改变 你会影响这个胜利的 好吗 因为这个死亡排卡 就是自知死地而后生 它会影响一个新的篇章 OK 好 那接下来呢 只要你愿意下光丰 我相信这个胜利 是会属于你的 OK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宇宙验证排卡 我觉得其实你自己 有惊觉到这件事情 所以你抽到的是这个 宝剑六 还有宝剑二 还有这个权杖三 这三张排卡 我觉得很简单 这个呢 我觉得你觉得 这样的东西 就是不OK了 所以之所以不OK 你才会想要抽到 这个宝剑六 你才会想要离开嘛 你想要上岸了嘛 你不想要在这边 一个人孤军奋战 或者是高处不胜寒 或者别人没有办法理解 你在想什么 或者是你情绪很敏感 你就打断这个沟通 你就决定隔一个城墙 你发现说你不想这样子了 因为这样子对所有的事情 并没有帮助 所以你原本是有点犹豫的 但是你现在决定要为此而战了 所以你把你的宝剑拿起来 你要去争取吧 或者是去改变你这个现状 好吗 那这个状况 还有一件事情是 他们说这件事情是代表说 你愿意从这个宝剑八的状态 因为宝剑八呢 是指你在看你自己好像受困 但其实事实上是没有 所以你把它拆开了 你抽到的是宝剑二 宝剑六 相同等于宝剑八 你的意思就是理解到 原来在未来 你理解了一件事情 我要离开这个 我自以为我被困住的现状 并且拿出这个宝剑 做出一个选择 我就可以离开 我知道我自己是没有被捆绑的 这件事情是有改变转环的余定 可能别人根本没有这么说 我根本就自己想太多 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决定 你要朝向一个新的方向前进 也就是这个权杖三 OK 好的 我觉得其实未来看起来好像没卖 所以我们来抽一张 大天使拉菲尔要给我们这个摩羯座的朋友们的一个小小的建议 好不好 好的 我们来抽一张 等一下呢 还会再多抽一张 就是看看你现在到底在学习什么东西 好 来 请 这张牌卡叫做如果感到紧张就请专心服务 他们的意思是说 这张牌卡就有点像我前面刚刚举例的 你有同事跟你讲说 你的老板跟你讲说 说 那个摩羯座的朋友们 那个报告可不可以呈上来我看一下 这样 比如说就说 是不是我哪里做不好 所以我老板发现还是谁跟他打小报告或什么 不要这样子 冷静一点点 当你的情绪敏感或你感到紧张 或你感觉 好像情绪上有点起伏的时候 他们说专心服务的意思是说 专心去做你现阶段当下能够做的事情 好吧 不要被这个保健吧这些情绪缭绕 OK 但是专心去服务 我觉得就像你专注 你抽到两张全币吧是一样的道理 专注在你能做的事情上面 你才能够去找到 能够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 你也才能够比较透彻的去看见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安排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这就是这张牌卡要告诉你的意思 好 最后我们再来抽一张 你现在到底在学习什么样的课题 好吧 我接着的朋友 到底在学习什么样的课题 这些课题实在是才都去了 你看你的课题是什么 你的课题是要学习say hello 这个say hello的意思是说 你要主动去出击 主动跟别人示好 主动跟别人去沟通 主动去抒发 去表达你的情感 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跟你讲 你这两周如果有情感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有压抑的状况 你要试着去say hello 这个hello不是说一定只能跟别人说 这个也要代表说 你在自己身上下功夫 跟你自己说一声嗨吧 来吧 告诉我 为什么我自己今天心情不好 所以这个say hello呢 其实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跟你自己 一个是跟外在 好吧 OK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 你要去思考看看 OK 然后并且能够有效 平常有规律的去检视你自己的内在状态 还有要定期的去做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交流 不然呢 我觉得你看你的牌卡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 我觉得其实你内心里面也是很想要得到别人给你的这份爱的 不然这帮牌卡不会出来的 OK 好 那以上就是我给摩羯做的朋友们的这一次的双中能量浴室拍卡解读 希望能够对你带来一点点小小的帮助 如果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那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